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贤琴 在去年2017年来台湾观光旅游的人数 超过1000万人 包括了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 其实来台湾旅游的人数都是增加的 在2018年除了我们要延续2017年的努力之外 在2018年又在观光政策上面 我们有哪些重要的计划 还有哪些方向跟目标 然后要把台湾打造成亚洲区旅游的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在今天台湾有购占的节目当中 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观光局的周永辉局长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谈2018年的观光新展望 首先先跟我们的局长卫生好 哈喽局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刚刚其实贤琴有提到了 我们去年其实成绩还不错 我们来台湾的观光人数超过1000万 这成绩是不错的 那我觉得更棒的一个成绩是 其实来台湾的各国的旅游人数上面 其实都有增加了 包括日本韩国 像韩国跟泰国他们的这个成长幅度 都超过30%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观光局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局长 就这个部分来跟大家谈一下说明一下 好那个可以这么说我们第三年挑战千万观光客来台湾 算是挑战成功 那其实这第三个一千万人次 其实今年算是新的一个高峰点 也就一千零七十三万九千人次 那么可以这么说 我们在过去在布局里面 大家都比较显手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新南向的部分 能够做一些布局 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做五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就是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大纲的大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所谓的 Tourism 2020 就是台湾永继观光的2020年 那在这个2020年的架构里面 我们来看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的一个主轴 那我们在2017年的部分 我们是结合生态旅游 也就是跟联合国的观光世界组织结合 那这个至少在战略上 我们这样子的布局 是算是稳扎稳打 那其实最重要的里面 它涵盖了这个几个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希望 能够开拓多元市场 那在开拓多元市场里面 我们譬如说我们有一些代言人 譬如说我们有一些主轴 是 韩国的话叫普通普通 是 那么日本的话叫mid color 对这个mid color是台湾 然后藏着亚美来代言 那我们在南亚 东南亚是一个区块 东协南亚还有这个所谓的柳澳 我们讲新南向这18股 我们大致上有三个重点 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泰国 这个以西的部分 以东的部分 一直到越南 那么它是一个小盛国家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宗教文化的方式 为主轴 是 那么在马来西亚 印尼这个区块它是一个穆斯林 所以我们也一方面打造 穆斯林的友善的环境 然后二方面这个区块 也是我们一个重点 第三个就是新加坡 这个印度 英语系的这些国家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一个布局 我们在可以这么说 一方面也要努力 二方面真的是大家齐心 包括整个产业界 旅行业界 还有旅馆业界 我们游乐区业 那么我们可以说 本来是以为是两百万 可是我们这一次 一月到十二月 去年整年 365天 我们的达标是220万 所以超过了运气的目标 链市场说 几乎超过百分之三十五 这样一个成长 是 那么日韩的部分 我们加起来 韩国的部分 也确实成长得非常快 所以我们这一次大概 大概韩国有105万 这个来台光人 也是突破百万 那么所以在韩国的 这个100万人次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一些小新闻 是 那日本的部分 大概多一点点 189万 9千多人 但是我们觉得像日本 这样一个市场 韩国这样的市场 以及东北亚跟东南亚 这两个市场 算是我们去年在布局的时候 特别加强了推广会 包括Low Show 怎么样去曝光 那么这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团客 一个是自由行 那么自由行的部分呢 我们当然是知道 它是比较属于不特定的 所以我们在自由行的部分 可能就需要一些广告的元素 或者是一些口耳相传的这个布局 当然Channel就是尽量打开 包括一些广告行销的部分 那么我们也觉得这样子一个布局 再加上我们把邮轮市场这个区块 也是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所以我们去年在10月份 也把这个建构了这个整个架构 我们叫ACC 亚洲邮轮协会年号 那么我们也结合了这个菲律宾 包括这个也希望跟越南这边结合起来 南三角 北三角的话 就希望跟日本合作 跟韩国 那么这样子的游轮市场 我们也觉得今年看起来成绩也不错 是 所以这样子一个累积的一个成果 再加上欧美市场 然后这个港澳的市场 那么结合起来以后 大概可以做一些恒评 所以我们也很需要大陆朋友来台湾 所以它是我们一个主市场 不过去年算是稍微有一些跌幅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子一个分配 反而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分配 它可能更加的均衡 对 应该比较均衡 我们在讲健康是一个形容词 还是一个均衡的市场 其实这样子会让大家觉得 台湾才是一个旅游目的地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结合了所谓的智慧观光 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手机这些 那么我们在过去这一年 也布局了一些所谓的数位化的升级 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结合 当然我们也跟游乐区结合 是 我们在游乐区就发现一个数字 所以大数据的分析 确实是我们在旅游市场里面有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我们可以看说在旅游目的地里面去做 我们知道我们在排队 排队的时候大概每个人数据就可以告诉我们 每个人最能够容忍的时间 大概6分钟到18分钟 那他最多等到30分钟他就真的不耐烦了 可是我们有很多停等的部分是超过30分钟 所以如果能够掌握这个资讯 那么我们一方面就可以分流 二方面我们每个人在旅游的时候可以多玩几项 所以这个数据的分析 其实是我们在整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里面 也是我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其实刚刚局长提到这个智慧型的旅游 除了可以提供给游客一个更方便的一个旅游的资讯之外 其实也可以提供当地的业者 包括了游乐场 包括了这个其他的一些产业相关的业者 大家可以依着这个大数据来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你可以知道说游客大概等多久 他已经不耐烦了 那大家最喜欢的去哪些景点 然后可能在交通动物线上面大家比较常使用的 其实他都可以作为一个修正跟一个参考 所以其实刚刚局长提到为什么我们去年 其实在来台湾旅游的这个人数 各国上面他比较平均 其实我们真的做很多的努力 我刚刚听下来我觉得真的就是天罗地网 所以想得到的方法 不管我们事实上 透过各种的平台媒体的曝光 然后我们有找代言人 那除了增加这样的机会之外 其实也针对各个国家他不同的属性 其实我们也真的做了很精心的一些规划 就是说我们就是随着一些规划就去购物 往往是改形成的方式 那我们开始去年开始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转变说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静下来 能够好好体验一下这个景区 比如说我们在陆克这个区块 还有国民旅游这个区块 我们就不断的希望大家能够当一日农妇跟一日农妇 比如说我们到宜兰 除了看一些他的宜兰的特色之外 因为我们总是下去看看三星葱是怎么个拔起来的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三星葱怎么做成这个我们的那个葱柚饼 这就是用体验的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 甚至服务业经济 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在讲4.0版 不仅是4.0的这个工业结构 就事实上在讲4.0的这个观光体验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觉得 未来这个部分还可以再加强 所以我们在这个去年结合了萤火虫 这样子一个年会啊 我们就几个风景区啊 都可以有萤火虫的这个赏银的活动 萤火虫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环境 生态的一个特色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萤火虫 表示这个生态是萤火虫 为什么去年在萤火虫联会在台湾 是因为我们台北已经20年看不到萤火虫 是 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啊富裕成功 是 让国际肯定到台湾对环境的这个照顾啊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就是积累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旅游里面 可以真正去再深入一点不同的特色 是 所以我们才会打造说逐年来推动不同的新的流程 那么我们当然有一个部分也是我们的强项 就是台湾美食是非常受欢迎的 是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美食的部分 能够与时聚集能 能够做一些 我常常举个例子 法国菜 嗯 很贵对不对 是 可是呢 它盘子很大 它差很少 是 那这它的文化 它的美食的饗宴的文化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真材实料里面 是 我们可以正在摆饰啊 或者是这个做更好的这个烹饪啊 是 或是从这个所谓的产地到餐桌 整个这样子一个过程 具体就是体验 所以我刚刚正面讲说 我们的一日渔夫啊 的特色啊 其实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在去年总共有48个 新增的叫生态旅游的这个游城 是 那也很谢谢这个旅行社他们的配合 还有地方政府 他们来参与 是 然后有一些属于自由行的部分 我们就是把台湾好行 还有台湾湾巴做一些结合 因为毕竟我们也希望能够多推动公共营述的发展 是 ok 好 所以这个一日渔夫一日农夫这样的行程 其实刚刚局长有提到就是观光的4.08啦 对大家观光不再只是这个走马看花 你可能要深入当地去体验当地的生活 那当然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讲 他的那个旅游的记忆点也会更加的印象深刻 但是要推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旅行 真的不是只靠政府 好像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他要方方面面很多的部分 包括地方政府 包括了产业 包括了当地的一个旅行业者 大家其实都要一起在这个部分上做一些努力 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盘点 就是过去的游城里面 是不是再能够做更矜持一点 是 就是是不是比如说以前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停留的时间 能够让他多停留让你多一些停留 是 那么其实看起来 其实我们比较去年这种属于这种吸引国外观光客 我就集泰国 是 泰国过去团客跟来台湾团客跟自由行大概7比3 然后慢慢变成6比4 对 然后现在是5比5 一样多了 就是表示说我们有些配套的措施 当然我们在下半年在9月的时候有免签的部分的一些措施 这也是提高外国到台湾的一个旅游的意愿 对 然后像这样子一个结构其实对自由形式帮助很大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在更多的友善环境的建构能够更多 所以我们也觉得在一些语言的这些文宣 更多更多元化 是 所以像刚刚局长提到泰国这个部分 包括我们可能是缅间的部分 然后吸引他们的这个观望旅游的意愿 另外我们也可能在一些特殊的一些行程设计 尤其是体验旅行的部分上面 真的吸引 尤其体验旅行它其实比较容易吸引自由行的这个游客 对 而且我们也希望青年朋友来 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觉得青年旅游这个区块 它是一辈子的记忆 是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 也可以说今年2018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客厅 是 那我们再慢慢地培养这些不同的新的客源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开拓多元市场的一个部分 是 OK 除了开发各个国家的朋友 年龄层我们也要努力开发 对对对对对 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来台湾这个旅游 是 不过要吸引年轻朋友就真的要想方设法了 要绞尽脑汁 对对对对 要设计各种不同有趣的这个游城 好那其实在2018年呢 我们还是一个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这个海湾旅游年 是是是 海湾旅游年是什么呢 要请局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对我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的 我们在三年前吧 我们在法国好不容易争取到 世界最美丽海湾年会在澎湖 是 OK 那么澎湖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岛屿 没错 外国的澎湖湾 大家都会唱外国的澎湖湖э 泷湖湖湖是 那我们就希望说 綠島 南嶼 小琉球 然後七美 還有漁翁島 就是快海大橋 那麼還有吉貝 還有小金門 跟馬祖的東局跟北蓋 那這十個島呢 其實這個島嶼是一個概念 一個印象 其實我們台灣本身就是 海島型的一個特色 我們希望能夠更多人來認識台灣 不要說台灣的印象都只有台北 聚約台南嶼山 對 或者是聚約台南嶼山 可以多一點點 對 大家知道說 其實台灣是有很高的山 也有很深的海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在 Tourism 2020裡面去佈局 我們2018年就是海灣旅遊 2019年是曼城小鎮的小鎮蔓園 那麼2020年是高山 我們也有五大山脈 所以我們是做脊梁山脈的旅遊 所以我們是一年一年這樣打造 那麼我們也在打造過程中 我們譬如說我們2018年在推海灣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佈局整備我們的曼城小鎮 等到曼城小鎮年來的時候 是好的遊城還是繼續走 對 那麼我們可以就是說 我們開始往上這個所謂的高山 吉良山脈旅遊 我們最矮的山是阿里山 它不到三間公司 可是它卻是一個我們台灣 為什麼叫台灣是在北回歸線上的一個綠洲 是 那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嘉義 就正好在北回歸線上 所以它是非常多的特色在裡面 當然我們大家朗朗上口 它有日出啊 有雲海啊 有森林啊 還有我們的很有名的叫阿里山的小火車 鐵道啊 其實它有非常多的元素 那麼其實我們就希望說 利用海灣旅遊年這個機會 慢慢的先佈局以後 就開始往2019、2020來推動 是 那這樣一個眾生就很深 我們旅遊不可能說我們只做一次 單點 對 那麼尤其是歐美 它們的規劃是很少的 它可能說我今天規劃的時候 是規劃明年後年 是啊 所以我們要按照不同的市場的特性 然後會做一些比較眾生的佈局 那麼2018年 我們要開始怎麼樣展現我們2018年的現在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我們的海灣的旅遊 有20項的國家級跟全國級的活動 是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十個島的特色 那麼我們知道我們綠島 就希望能夠有一個低碳的旅遊 是 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宣導 有大家給我們非常正面的這個肯定 就是有個青山篇 一個清水篇 那清水篇其實它有兩種活動 一個叫水面上的活動 一個是水面下的活動 是 那水面下的活動就是浮淺 浮淺 所以在綠島 就是一個很適合浮淺的地方 其實澎湖也很多很適合浮淺的地方 可是我們在水面上的活動 有非常多種 所以我想海灣旅遊年這件事情 我們一方面能夠以一個mindset 來推動 正好世界年會 最明天海灣年會在台灣 這個世界各國的海灣的這個會員國 它都會來到台灣 是 而同時我們也展現 我們海灣旅遊年的海灣旅遊的特質 讓我們用跳島的概念 島嶼共生的概念 來互相來支撐 這整個一個架構 那這個要大家一起來 一起合作 也同時呢 來我們 認識我們自己 我們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海灣 什麼樣的一個島嶼 其實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覺得 一方面是希望更多的外國人來到台灣 其實二方面我們也希望能夠更深度的 讓我們的國民旅遊能夠到我們的很多島嶼 或者是我們的海邊 去重新認識台灣 是 所以這個2018的海灣旅遊年 它其實不只要吸引國外的觀光客來 那剛剛其實局長有提到 你希望在國民旅遊上面 真的讓很多台灣的朋友 真的也可以認識這些島嶼 十個跳島裡頭你認識幾個 可能很多人太子認識兩三個對不對 我們有做護照 如果你這裡有極章的話 我們有送非常好的禮物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構想 可以讓鼓勵大家 真的可以更加的深入了解自己的這個家鄉 那同時呢 這個2018年 剛剛其實局長有提到了 我們有將近20個這個活動 那會在不同的這個島嶼 然後來做這個舉辦 也是歡迎大家來這個參與 好 我們談到這邊呢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繼續再請局長來跟大家談談 2018年的觀光性展望